大家好,我是洛哥 这一棵朴树呢 是我去年挖回来的 今年呢就把它换到这个盆 今天呢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 这一个枝条了 这一个枝条从我挖回来的时候 我就有想过把它剂掉了 但是一直下不去手 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 遇到这种情况 有一些枝条呢明摆着看着 不舒服 但是想记又怕它记错 就是下不论主义 这一棵树呢我个人的想法 就这样正常来说呢 一个观赏面就这样了 就是从你们这边这个视频看来 一个枝条上来 一个大标一个小拖枝 一个领枝 这个就是正常来说 我们盆景很常用的一个 三枝法构图 领一领一标一拖 这个三枝法 这个枝呢在这边呢就 到时候这个如果长好了 它会拦住了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这个也可以两面观赏 从这面呢也是一个观赏面 所以这个在这里呢它就是不对的 今天呢我就把它剂掉 这里呢因为它想的比较大 我可能呢会把它记得比较多 记多了它可能会想出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结果 像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结果 但是因为这个朴树呢它生长起来呢还是 比较快的这个预合呢也是比较好的 我相信到时候它还是能预合的 虽然可能呢它不会完完全全把它全部盖住 但是慢慢的它还是会很小的 到时候慢慢预合出来 像这种马眼预合出来呢也是挺好看的 不过怎么说呢这个山口大肯定是大的 但是没办法 如果留着它这样的话 这个地方呢它显得太大了 所以不好看 只能把它稍微大一点这个记口 让它流畅一点 好了这个大概的这个想法呢就这样 我就开始弄工了 搞了这么久搞了一个大山口算就搞好了 搞这种呢还是得搞一个电动的那个工具 回来才搞才行 电动魔机用手工来搞还是挺累 这么大 贴上一点柿子 让它这个山口一和快一点 太大了这个 今天这一棵朴树的修整呢就到这里了 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比原来的看着舒服一点 简单一点 简洁一点 这个到时候会剪 然后再留 再飘 大概飘到这个位置这样 是应该 这一棵朴树应该还是能看得下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就先到这里了 我是乐哥 喜欢我视频的 记得给我两个赞 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